请您欣赏图格涅夫的散文 歌 朗诵 严敏求 我站在一个斜坡的顶上 在我的面前横着一块熟了的麦田 好像一片色彩变幻的金银色的海洋 可是海上不曾扬起微波 闷人的空气中没有一丝风影 大的风暴逼近了 在我的四周 太阳仍旧射出炎热的微暗的红光 可是在麦田外并不多远 一片深蓝色的风暴云低垂下来 这个笨重的庞然大物 遮盖了整整半个地平线 一切都隐藏起来 在太阳的最后光线凶险的照射下 万物都显得软弱无力了 没有鸟声 也看不见一只鸟影 连炎雀也藏了起来 只有在近处 一片大的牛蚌叶 老是不停地在翻动 在低声细语 天梗上 酷爱的气味 多么浓 我望着那深蓝色的云块 我起了一种不安的感觉 那么就来吧 快点 快点 我这样想着 金蛇闪烁吧 雷打吧 你不想的风暴云动吧 翻滚吧 发起洪水来吧 把这种不死不活的痛苦终止吧 可是 风暴云并没有动 它还是跟先前一样 压着无声的大地 它好像是在膨胀 而且越来越黑了 然而你看 在这死沉沉的 单调的 深蓝色的云块上面 好像 有什么东西在平稳的 均匀的闪动 像是一方白手绢 又像是一团雪花 哦 是一只白鸽 从村子那边飞来 它飞来 笔直地飞来 又飞进树林里去了 过了一会儿 仍旧是这种残酷的禁忌 可是看 两方手绢在空中发亮 两团雪花飘了回来 两只白鸽 平稳地飞回家去 现在风暴终于来了 我好不容易跑回家 风吼着 疯狂地崩腾着 红黄色的低云被风追逐着 好像给撕成了碎片 所有的东西都给卷在空中乱转 混杂在一起 跟着暴雨大鼓地倾注下来 闪电的绿光使人目悬 巨雷像大炮似的突然响起来 空中充满了硫磺的气味 可是 在突出的屋檐下 一对白鸽 紧紧靠坐在盐窗的窗台上 一只是先前飞出去寻找同伴的 另一只就是这带回来的 也许还是被他救回来的同伴 他们竖起羽毛坐在一起 每只鸽子都感觉到同伴的翅膀 挨着自己的翅膀 他们是幸福的 我看着他们 我也感到幸福 虽然 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永远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爱 永远是孤零零底 pedestrian 感谢观看